各位朋友大家好,現在有一種觀念是非常的流行 在中國的自由派分子當中非常的流行 就是大家都認為習近平他的所作所為 他是推動了、加速了中共走向滅亡的步伐 因此大家給他上了一個稱號叫做總加速師 這個觀念實際上是錯的,這個外號也是名不符實 我來給大家講一講為什麼 要談到習近平到底是否加速了中共的滅亡 那就要看看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如果上台之前中共是很穩固,結果他上台之後 中共的狀況極速的惡化,中共的地位極速的不穩 那麼我們就可以說他是加速師,如果情況正好是相反 那他就不是加速師,而是續命師 他的所作所為是給中共延續了壽命的 是續命師,習近平是2012年10月份的時候 在中共的十八大上面正式就任中共的這個黨魁 他的執政也應當從那個時候開始算起 那麼在2012年10月份之前,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中共的統治是否牢靠呢?大家回顧一下那個時候的這個狀況 那個時候中國的這個知識分子,自由派知識分子中間 中國的這個網絡上面流傳著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 簡直是跟現在的這個總加速師的這種說法差不多流行的 就是擊鼓傳花這四個字,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中共的這個領導人,當時的胡錦濤和溫家寶 他們是在玩一個擊鼓傳花的遊戲 就是說自己這個爛攤子,中共現在危機四伏的 這一個狀況,他們不管不折騰 只想把自己的這一切做完 然後把這個爛攤子甩給下一代 讓下一代的這個領導人,讓他們去接受這個爛攤子 讓中共去暴雷,實際上是這麼一種狀況 這種說法也不是空穴來風,這個是非常有道理的 咱們首先看一看當時中共的這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叫做急盛而衰 在2008年、2009年那個時候 中共的經濟是達到了急盛時期 因為那個時候全球的經濟開始衰退 經歷了一個大蕭條時期 中共就印錢來救市,印了四萬億人民幣來救市 讓中國的這個經濟一枝獨秀 成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 當然名義上說的是四萬億 可能各種亂七八糟的這種手段加起來 所印的錢遠遠不止四萬億 這個就讓中共的GDP高速的增長 但是到了2010年、2011年、2012年這個時候 已經難以為繼了,各種各樣的衰退的跡象 就顯示出來了GDP增長的速度也已經降到了10%以下 在8%左右,而且每年還在繼續下降 那麼這個下降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不僅僅是因為溫家寶的四萬億救市所引起的後遺症 而且還有中共經濟它本身的這個截固性 固疾的成分在裡面 中國過去的這個經濟都是利用 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中國廉價的資源 來生產廉價產品,來推銷到全世界 來傾銷到全世界,是這麼一種經濟模式 而這個經濟模式那個時候已經達到了它的頂點 已經不大可能再繼續的擴張了 全世界的市場已經讓它站得差不多了 廉價商品的市場已經讓它站得差不多了 而中國它又沒有科技能力、創新的能力的支撐 所以說生產不出這些高端的、精尖的這些產品 整個市場、世界市場的定價權也不在他們的手上 而那個時候中國的廉價的勞動力正在萎縮 人口紅利正在萎縮,那麼到現在已經非常的明顯了 勞動力非常的不足,而且中國的這個環境的破壞 也非常的嚴重,所以說那一套經濟體系已經難以為繼 已經開始明顯的開始走下坡路了 那麼第二個在政治方面就是貪腐非常的嚴重 因為胡溫時代以及以前的江澤民、朱鎔基的時代 以及鄧小平執政的那個時候 鄧小平實際執政的那個時候 實際上貪腐是愈演愈烈 因為他們大家實行的是這個寡頭專制 就是有幾百個大家族 大家共同的來分章 共同的來統治以及瓜分這個國家的這個財富 那麼有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的人他們就每一個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他們相互之間又缺乏相互的制約 大家盡相的貪腐 所以說造成了這個貪腐在全國這個氾濫 上糧不振,下糧就歪了 自上而下,整個體系已經貪腐到了極點了 所以政治狀況已經敗壞了 那麼老百姓那個民怨就更大了 因為你貪腐損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 這個經濟下降,經濟增速下降 這個老百姓過去的期待也有很多的落空了 再加上貧富懸殊的問題 所以說老百姓那個時候民怨是極大 越來越大,對這個制度的不滿與日俱增 當時有一個指標就是叫做群體性事件的 這個數量和參與人數和頻率和它的規模 是每一年都在逐步的擴大 實際上他們這個中科院以前在2007年之前 每一年都會出一個群體性事件的報告 那個時候都有準確的數據統計 但是到了2007年之後,他們已經不再敢統計了 所以只有內部的報告 小型的群體性事件,民間人士是很難統計的 但是這些大型的,也就是說超過一萬人的 持續超過兩三天的這種群體性事件 我們可以看得見從自媒體上面都可以看得見 發生的頻率,他們的規模是逐年的在擴大 所以說保守的估計在2012年那個時候 群體性事件在中國每年至少有20萬起參與的人數 至少有3000萬人,而且當時大家要記得 還是呈加速度的在增長 它的頻率和它的規模和席捲的人數 都是呈加速度的在增長 這就說明了社會矛盾在急劇的激化 衝擊中共統治秩序的這個民間的力量在迅速的增長 而且這種衝擊力量它不僅僅是破壞性的 它其中也有很多建設性的成分 第一個建設性的成分就是民間對互聯網的 輿論的這種力量正在增長 當時自媒體的增長很快 首先是QQ,然後是微博,然後是微信 這幾個大的互聯網平台上面老百姓蜂擁而入 很多自由派的這些知識分子,這些大V影響力非常之大 當時有很多人,他們的粉絲都在千萬以上 幾百萬的、幾十萬的、幾萬的 那就是多到數不勝數,這些互聯網上面的大V、中V、小V 他們一發言很快就可以向全國傳播 所以說當時在2012年的時候 一個消息一夜之間就可以在全國傳播開來 可以說當時在社交媒體這個平台上面 民間的力量已經佔到了主導作用 傳統的媒體還是中共的宣傳機構、黨的喉舌佔到主導作用 但是社交媒體已經是蓬勃的發展 大有超過傳統媒體的這種趨勢 他成為民間聲音的這種發善者、發送者、傳播者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民間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長 就是公民社會,這個裡面又包括不同的成分 第一個很大的一個部分就是維權群體的部分 這些維權群體因為自己受到了他們的利益 受到了這個體制的侵害 或者是受到了某一些官商勾結的這些利益群體的侵害 所以說他們結成群體通過互聯網 通過還往下的這些聚會形成了維權群體 這些群體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有 每一個城市、每一個社區都有 那麼還有一個群體就是政治意向更為明確的群體 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政治意義人士的這個群體 這些群體雖然它的人數比維權群體少一些 但是他們相互之間的這種聯繫 全國的這個網絡、聯繫網絡在當時是已經形成的 各個城市都有這麼一個叫做公民圈的這麼一個群體 大家都有民主自由的這種理念 然後大家經常有這種聯繫、有這種聚會 在網上面也有他們的群體 在網下面也有他們的這個聯絡 而且這些人當中還有其中有一部分是全國各地 到處去搞串聯的 所以說這些群體應當是說在當時已經在全國 形成了一個網絡、一個公民社會的網絡 這些公民社會的這些群體 雖然他們在全國總人口當中佔的比例很小 但是他們的潛力非常的大 他們的號召力非常的強、行動力也非常的強 如果是按照當時的那個趨勢發展下去 不出幾年的時間,快的話可能兩三年 慢的話可能五六年的時間 那麼全國就會出現這麼一種形態 就會出現這麼一種狀況 就是同時就有好幾個城市 可能三個、五個、可能十個、八個這樣的城市 同時爆發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 爆發萬人以上規模的這個群體性事件 現在那個時候中共他們的這個維穩機制 網格化的維穩機制 他們只能夠壓制住個別的爆發的這種群體性事件 在一個城市、兩個城市爆發的群體性事件 如果是在多個城市同時爆發群體性事件 他們具控制不了這個輿論 也控制不了這個人群的發展 因為同時爆發大型的這種抗議事件 它就會產生一個政治上的共振效應 宣傳上的共振效應 那個就一下子就會把全國的積累已久的 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的這些民眾的怨氣 全部給激發出來 大家一看見這些地方的這個群體性事件 沒有被鎮壓下去 其他地方也就蜂擁而上、風起雲湧了 所以那個時候全國的這個變局也就開始了 有些人可能說那些群體性事件 都是為了個別人的、個別群體的這種利益 他們才站出來抗爭的 中共一給他們利益他們馬上就退卻了 那這種說法是完全不了解這個社會變革的一個機制 所有的這些專制國家社會變革 往往都是從群體性事件開始的 他們在剛開始的時候他們是不提出政治訴求的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提出政治訴求 他們覺得這就會引起統治者的強力的鎮壓 所以說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打的都是民生訴求的這種旗號 就像蘇共解體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就是波蘭的抗爭 波蘭團結公會的抗爭 他們剛開始的時候可沒有提什麼團結公會 沒有提任何的政治上的綱領 剛開始的時候簡單的一個原因就是要求豬肉降價 波蘭當時的豬肉價格一下子上漲了有3、40% 那些工人、城市居民買不起豬肉吃了 全體就搞罷工 只要人一多,人一多了 他們自然就會在這個群體當中形成組織 如果這個裡面有那些具備組織的能力的那些人出來領頭 那就更快了,像當時的這個瓦文煞 還有他的那些同伴、那些小夥伴 就是相當有經驗的這些組織者 所以一下子他們組織起來了,形成了一個組織 自然就會提出政治上的訴求 所以說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不要小看這個群體性事件 不要小看這些老百姓提出的利益訴求 他只要人多了,分分鐘就會轉化成為一種政治運動 所以當時中國就是這麼一種狀況,群體性事件 齒其彼伏就差最後的一步,就是差共振的那一步 沒有走出去,因為當時可能火候還就差那麼一點點 再給個幾年的時間,中共的統治就可能會有滅頂之災 所以當時很多人是看到了不僅僅是民間的知識分子 自由派知識分子看見了中共統治階層的人 對這個問題也是心知肚明 包括習近平這個集團內部的人 當時王岐山還是習近平的親信,現在已經不是了 現在已經被習近平趕到一邊去,靠邊站了,功高正主 這個我以前講過很多次,在這裡不重複了 當時王岐山是習近平的頭號的軍師,是習近平的鐵桿的兄弟 他在習近平上台之前的那一個多月的時間 他就給大家推薦給當時中共的高層 推薦他們讀一本書叫做《舊制度與大革命》 那本書的其中有一個觀點是王岐山想讓中共的那些高層都接受的 就是這個大革命並不是在統治階層最暴略 統治最專制的時候發生的,而是在這個統治階層 他們想進行改良的時候,想進行 想往好的方向轉變的時候發生的 王岐山當時這個動作他有兩層含義,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很危險,中共的統治相當的危險 如果是照這麼發展下去的話,那是肯定不行的 絕對不能夠坐以待避,那麼第二個信息就是怎麼辦? 王岐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絕對不能夠搞改良 絕對不能夠像當時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那個國王 路易十六一樣想搞改革想召開三級會議 給人民權利讓大家都來討論這個國家該怎麼辦 那是絕對不行的,那會引發一場革命 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那場革命中掉了腦袋 中共如果想搞這種改良的話,那麼也會被革命所推翻 所以這條路堅決不能走,蘇聯也是一個教訓 戈爾巴喬夫當時看見蘇共的那一套已經搞不下去了 所以說他就想向好的方向去改,搞什麼公開化透明度 搞政治體制改革,那最後導致了蘇共的崩潰 蘇聯帝國的瓦解 王岐山告誡大家,千萬不能走這條路 那麼走哪一條路呢?不走這個好路 那就要走歪路,就要走邪路 走邪路就是要向朝鮮的方向發展 向毛澤東過去的那一套體制向那個方向復辟 王岐山可以說是為中共的續命指明了一條道路 就是要從威權專制轉變為極權專制 要把老百姓所僅有的一點點自由把它剝奪掉 把民間的一點點反抗的力量把它給徹底的鎮壓下去 讓他不能夠心火燎原 習近平為了這個鎮壓民間力量 為了給中共續命採取了一系列的步驟 我現在給大家來盤點一下 第一個步驟就是整頓互聯網 在2013年年初的時候,1月份的時候 他就發出了一個號召說是要佔領互聯網政地 不僅僅是說一說而已,真的是馬上就實施了 採取了大動作,他組織了一支龐大的網軍 這個網軍裡面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叫做網警,這些人幹什麼呢? 就是在互聯網上檢查了一些 檢查了一些對中共不利的言論 把他們挑出來,把他們刪掉 不僅僅是刪那些言論 還對發出那些言論的人進行懲罰、進行制裁 低烈度的制裁就是把他們刪帖封號 讓他們轉瞬之間就失去幾萬幾十萬幾百萬 甚至是幾千萬的這個粉絲 讓那些大V紛紛地落馬 有一些人甚至是還要遭到人身羞辱 還要受到牢獄之災,比如說 當時有一個很著名的大V,自由派的大V 在微博上面有一千多萬粉絲 有一個人叫做薛滿子,這個人60多歲了 是一個投資家,很有錢,他也很會寫帖子 但是被朝陽區群眾舉報了,說他嫖妓 一下子被公安局抓住了,身敗名裂 最後這個人只能遠走美國 那麼另外還有兩位年輕才俊,一個叫做韓涵 他本人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賽車手 人也長得帥,也會寫文章 所以他當時的這個文章,他的那個博客 閱讀量是在好幾億,所以當時的時代週刊 把他是評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100個人之一 還有一個叫做李承鵬,也是一個作家 文筆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犀利 他的這個博客的閱讀量也是有好幾億 跟韓涵是一個級別的,也很快把他給封了 現在這個李承鵬應當是已經到了美國去避難了 那麼這些大V,全國的這些自由民主派的大V 幾乎是全部的被壓制下去了 他們的文章不能夠在網上面發表了 他們的這個言論沒有人關注了,關注不到看不到了 那麼還有一批在互聯網上面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天天在傳播這些言論的,天天在跟共產黨 唱對台戲的這些人也被封貼封號了 有些人也被喝茶了,有些人也被抓了 那習近平不僅僅是要鎮壓這些對共產黨不利的言論 和發表這些不利言論的人 而且他還創建了一支龐大的水軍,網絡水軍 在網上面拼命的灌水 灌那些對中共統治有利的那些虛假的消息 那些荒謬的言論,就是他們所謂的正能量 所以說這個互聯網很快就被他佔領了 老百姓民間的力量失去了一個輿論的陣地 失去了聲音的傳播觀念的一個管道 這個對中共當然是非常有利的 這就是為中共續命了 習近平的第二個大動作,為了給中共續命做的 第二個大動作就是在全國全面的鎮壓公民社會 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公民社會的群體 叫做新公民運動,領頭的有兩個人 一個叫做許志勇,一個叫做丁家喜 都是法律界的人士,這兩個人是非常的勇敢 他們在全國號召所有的這些政治意見人士 大家通過這個社交圈的形式組織起來 聯繫起來,形成團體,然後這些團體在全國 同時展開一些活動,雖然不是一個正式的組織 沒有這個機構也沒有正式的領導者 但是大家統一行動通過互聯網 形成全國的這麼一盤棋 到了2013年的四五月份的時候 這個新公民運動就遭到了全面的鎮壓 許志勇和丁家喜這當然首當其中被抓進去了 那麼全國各地還有很多很多的這些領頭的人被抓了 有一些被喝茶了,當然有一些受到了警告 要他們立即解散,當時全國他們進行活動的一種方式 叫做同城犯罪,就是在一個城市裡面的理念相近的人 大家聚在一起來通過吃吃喝喝的,表面上看起來是 吃吃喝喝的這種形式,大家一起探討問題 形成了非正式的組織,但是這種同城犯罪 也遭到了全面的阻止 所以那些人,你們要是想聚在一起吃一個飯 那是不行的,警察是要去干涉的 如果你硬要做的話,是要抓人的,就是這麼嚴厲 所以把公民社會在全國各地的公民社會的這些群體 除了這個新公民運動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NGO的組織全部給解散了,給鎮壓了 到了2014年年底的時候,基本上這個工作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說公民社會被他能夠找到的這些群體 全部被鎮壓了,那麼還剩下的 還有少數他找不到的,還能夠繼續存在 將來還能夠有一些爆發力 但是總體上來講,從全局上來講 公民社會經過那一次大增壓之後,是傷了一些元氣 現在大家要儘快地恢復這種元氣 用低調的隱蔽的手法發展公民社會 現在是當務之急 那麼除此之外,習近平還採取了另外的一個手法 就是全面的提升監控體系 監控體系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天網,就是覆蓋全國各地 尤其是城市地區的這個攝像頭監控的這一部分 現在在全國已經有將近兩億個攝像頭 對準了各個角落來進行監控 然後監控的這些數據傳到哪裡呢? 大數據中心,全國各地,縣級以上的單位 都建立了大數據中心 然後還有一個全國的大數據中心 所有的這些監控數據都輸入到那裡 任何一個地方如果是出一點點事情 理論上說它馬上都可以偵測得到 然後馬上可以做出反應 那麼這些數據是怎麼處理的呢? 是用這個人工智能來處理 這個人工智能的技術現在也是不斷的在提高 所以說現在高科技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 高科技的這個發展的成果 是越來越對維護中共的統治有利 而對民間力量的發展是不利的 這是習近平上台之後的一個轉變 在2012年之前高科技都是對民間有利的 12年之後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民間不利了 對中共有利了,這就是他續命的第三招 加強提升他的監控系統 當然習近平集團也知道一味的靠鎮壓 那也是不能夠長久維護中共統治的 因為這個社會的矛盾的根源還在 老百姓的怨氣還在 你光靠把這個高壓鍋的鍋蓋給擰緊 裡面的這個壓力一直在增強 你擰得再緊,最後這個高壓鍋也會爆炸的 所以說他們也要給這個中共的統治 給中國減壓,怎麼減壓呢? 他採取的一個手段就是反貪腐 當時貪腐已經成為民怨的一個主要的來源之一 老百姓因為這個貪腐已經對共產黨失去了信任 共產黨統治的基礎已經在動搖 所以說習近平他想通過反貪 來重新建立中共統治的這個基礎 當然這個反貪搞的運動,搞的這個規模很大 他只能是選擇性的反貪 他不可能把全部的貪官全部抓起來 因為中共如果把貪官全部抓起來,中共自己就滅亡了 所以他只能夠抓其中的一部分 那抓哪一部分呢?當然是自己不喜歡的那一部分 當然是自己的政敵 所以這種反貪它起到了一個效果就是集權 反貪和集權互為因果,是相輔相成 反貪造成了集權,同時集權之後也才能更好的反貪 所以說習近平通過這個反貪,他的個人的權力就越來越大 中共的權力越來越集中到他一個人的手上 那麼這麼搞下去,給習近平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這種風險 你抓了這麼多的人,那些人他有他的部下 他有他的親戚朋友,他有他的同黨 這些人可能要對你反攻倒算 那個時候可能你就會有危險,你就會被政變所推翻 你就會被關進監獄,甚至有可能伸手益觸 為了保證他的安全,保證他的統治能夠持續下去 所以他反貪了之後下一步,集權了之後 下一步必然的就是搞終身制 所以說他在十九大的時候就正式的取消了 國家主席任期的兩屆的限制 除此之外,他還要打破中共過去40年的一個傳統 就是這個黨魁只能連任兩屆,不能夠再任第三屆了 他必須得打破這個傳統才能正式的確立他的終身制 那現在這個終身制還沒有完全的確立 這個時候反對終身制的那些派系 那些被習近平所整肅的派系 那麼就會必然的就會反撲 所以說二十大之前必將有一場中共內鬥的大戲要上演 誰輸誰贏,現在還是未知之術 那麼習近平他為了贏得這場這個內鬥 他必須要掌控軍隊,必須要掌控宣傳系統 更重要的,他必須要爭取民間的老百姓的 對他的好感和支持 因為軍隊大部分也是來自於民間 軍隊的那些軍人官兵 大部分也是來自於社會中下層 尤其是那些士兵,主要是來自於社會的底層 怎麼樣吸引這些人的支持呢? 怎麼樣讓中國民間的反對中共統治的這種力量 一下子轉化為支持習近平個人集權的這個力量呢? 下面他要接著採取了一個步驟 就是叫做共同富裕,說到底就是殺富濟貧 這一步現在還沒有完全走出去 現在剛剛打出了一個旗幟 他如果是把這一步走成了 那麼社會底層就會為了這個麵包放棄自己的自由 把自己變成習家軍 那個時候習近平就有力量聯合社會底層 掌握軍隊來對這個中共上層 來進行一場大清洗、大屠殺 到了那個時候習近平就徹底的建立起了一套新的體制 集權專制的體制靠著高科技支撐的 有社會底層廣泛擁護的高科技集權體制 那個時候中共的統治就徹底的穩固了 中共的壽命就得到延續了 不過那個時候的中共他就跟以前的中共不一樣了 以前的中共從鄧小平一直到胡錦濤時代的這個中共 他們是最上層幾百個家族,然後中層幾萬個家族 然後底層的基層的幾十萬幾百萬個家族 他們共同擁有的、共同統治的、共同瓜分的一個中共體制 而習近平所要延續的這個統治是他一個家族統治中國 然後下面有幾萬個、幾千個奴才家族 然後再有幾億個奴隸家族 總體上來說,習近平上台之後所採取的這一系列的措施 尤其是在內政方面採取的一系列的措施 起到了維護中共統治的作用,為中共續命了 它鎮壓了民間的這個反抗力量 大家對比一下現在的群體性事件的這個規模、這個頻率 這個持續時間的這個長短跟2012年的時候相比 是不是連一個零頭都沒有啊?這就是為中共續命了 當然了,它續命也不算是很好 它在某一方面也是犯了一些嚴重的 從它的利益角度來說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 最大的錯誤就犯在外交層面上面 它上台了之後就搞了所謂的一帶一路 它搞了這個亞投行,在經濟方面試圖向全世界去擴張 同時它也在南海大造島礁 想把南海變成內海,這個一下子引起了 美國和全世界的這種關注 同時它上台之後對台灣的聲量也逐步增大 對台灣恐嚇越來越多,這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這種反彈 大家看見你這麼搞下去,這是要重建一個中華大帝國 用你的這一套意識形態來統治全世界 來重建全世界的規則,這還得了 所以說當時奧巴馬他的一個幕僚 叫做坎貝爾,是一個亞太問題專家 就提出了重返亞太的這麼一個政策 就是要在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 遏制中共在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地區的這個擴張 同時奧巴馬也考慮要參加這個TPP這個貿易談判 要重建一套這個跨太平洋的這個貿易組織 來遏制中共在經濟上的擴張 後來川普上台之後,雖然退出了,美國退出了TPP的談判 但是他跟中共單獨的採取了這個貿易戰的這種策略 同時川普也提出了一個印太戰略 把印度、澳洲、日本周邊的這些國家全拉進來 在軍事上面、在外交、政治上面來遏制中共的擴張 這一下子造成了中共跟全世界的這種緊張局面 造成了全世界對中共進行施壓、進行圍剿的 這麼一種局面 所以正是因為習近平在外交上面的失敗 在外交上的全盤失敗 讓大家覺得他是加速了中共統治的滅亡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外部的困難、外部的壓力 只是中共滅亡的,眾多條件裡面的一個 它是必要的條件,但是不是充分的條件 不是說外部對他壓力一大,中共就自然會滅亡 不是的,外部壓力只是外因 真正讓中共滅亡的是內因 主要是兩個內因 第一個是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封崩尼西 第二個是民間力量的,中國民間力量的反抗 這兩個因素是必不可缺的 而控制對中共不利的這兩個因素 習近平確實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總體上來說,習近平在內政方面 是起到了為中共續命的作用 在外交方面造成了一些對中共不利的局面 但是還不至於加速中共的滅亡 如果不是習近平上台的話 中共現在應當是已經滅亡了,但是歷史不能假設 我們現在說這個問題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要想滅共的話,要想讓中共滅亡的話 那麼必須得專注於其他的兩個領域 內政的領域就是發展民間的這個力量 同時促進中共內部的分崩離析 現在正是一個好機會,現在二十大之前 中共內部必然有一場惡鬥 必須要決出一個最終的勝負出來 那麼這個時候民間力量做好準備 一旦他們開始內鬥了 民間力量要迅速的採取一切方式 這個時候都要崛起了,一旦二十大過了 那我們今後中國轉向民主自由的這種可能性 就會急劇的減少,越來越少 向朝鮮方面就要急速的飛奔,那個時候就太遲了 所以說現在已經到了中國歷史轉折的一個最關鍵的時刻 大家記住一件事情,習近平是中共的續命師 而不是加速師,所以現在倒共就首先要倒習 倒習最後的結果就是倒共,就是讓中共滅亡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收聽收看 請大家點贊轉發以及留下評論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如果你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再見 再次再見